法律改革委員會建議引入集體訴訟機制 合適的集體訴訟案件例如雷曼債勸回救9分 建議消委會用消費者訴訟基金 資助消費者提出訴訟 最少一個人就可以代表團體去申請 要申請成功就要經過法庭五個門檻去核證 首先要看牽涉多少人 全世界法律都沒有說甚麼是足夠 7個好、10個好才有足夠 20個才有足夠、100個足夠是沒有說的 為甚麼會是這樣呢? 這個就是給法庭一個著情權 要看完整體五個門檻 每一個門檻裏面他們自己要衡量學 然後才做一個決定 第二是申請人要證明自己有代表性 第三是要證明自己和團體的利益一致 雷曼債券大家都買了 已經算是一個共通點的問題 但是每一個人的賣法可能有些不同 但是這個已經可以過到那一關的共通點 第四就是要有表面的理據 顯示訴訟不是無理取鬧 最後就是要證明選擇集體訴訟 是解決問題的最好程序 很多人會問我 會否過了這麼多關的時候 你會有很少這樣的案件 我覺得都未必一定 我們做了很多澳洲的研究 他們澳洲已經走了 有些已經20年以上 這一類這樣的機制 在這個機制裏面 他們每一個法區都認為 這件事是很有效 還有法院認為 在這些比較接觸面講的情況下 是省了很多人力物力 法改會建議 分階段實施機制 認為這個是審慎的做法 以免不當助長訴訟風氣 亦都可以給法院和社會累積經驗 之後當局可以評估機制 應不應該推展至全部民事訴訟案件 香港寬民電視機 蔣何榮生報導